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台湾金贸网很荣幸也很高兴 跟这个亚马逊 亚马逊全球开店合作 一起携手合作来办理这场研讨会 台湾金贸网跟亚马逊 就是有一个合作的计划 叫做新链计划 那这个新链计划就会提供很多的课程 还有资源来协助大家怎么样去上架 怎么样上架在全球市场去拓展 其实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 闪烁的星星两层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欧比特公司 他们就是加入台湾金贸网 台湾Trade.com三年 然后后来有一年就是加入了这个 透过这个桥接这个新链计划 然后就加入了Amazon 那么在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这种类别的它是即时食品 这些类别的产品 在北美站点 Amazon的北美站点 销售排名第一名 这就是这个新链计划希望达到的目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藉由今天这样的研导会 大家能够有一些收获 然后也许加入计划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一颗颗闪耀的明星 非常感谢外贸协会 今年呢再度呢 如我们携手合作TA新链计划 那其实呢已经迈入了第七年了 那到现在呢 其实已经有超过三百多家台湾的厂商 台湾的企业成功上架亚马逊来拓展海外市场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呢 大家呢可以一起继续加入TA新链计划的行列 那也非常期待呢 在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培训实作课程 然后会有我们亚马逊群球开店的团队同仁 还有服务商伙伴 还有Titra的团队都会一起协助大家 无论是在选品物流行销 还有我们最新的AI工具的应用方面呢 都可以呢帮助包括成本定价 商机探索 然后以及产品图文的生成跟撰写文案 不管呢是已经有非常良好基础的中小企业 希望转型自由品牌来开展国际市场 或是呢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新创企业呢 只要你有好的产品 对的选品策略 再加上聪明的行销模式 都可以透过亚马逊创造无限的商机 这一话呢其实就是要帮助台湾的中小企业业者 然后用运用AI来快速导入一些我们在网路上 尤其是数位贸易时代的一些工具 跟提升他们在网路上呈现的效果跟品质 为的数位贸易现象诊断 它会针对企业的六大面向来进行分析 您可以看到有数位通路数位行销数位决策 人才培育应用跟分析 然后每一个面向呢总分是八分 然后我们会依据这个您评断出来的分数呢 给予客制化辅导顾问咨询跟数位培训课程的建议 而这三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会有八个行销方案 他们其实分别都是因应着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三个咨询服务 比如说一到四是片中在AI创新内容生成技术 然后五到六的部分的话 就它还会运用到台湾经贸网的独家买赌模型 进行精准行销 就我们刚刚助长讲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买赌模型 然后七到八的话就是跨过线上通路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我们挑选了两个比较大的平台 一个是Amazon一个是Newag 那Amazon在全球有15个站点 那Newag有全球19个站点 挑选Amazon或是Newag真的就是看大家 因为其实这两个平台有他们各自的好处 在注册啊开店的门槛啊费用啊 产品的限制还有收款都不一样 想要知道更多展览现况 只要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制作最新展览现况 以及其他贸易资讯 快来一起跟上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